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土猪制作而成的腊肉 然后把它用温水清洗干净 然后我们再接适量的清水 将这个腊肉放到锅里面 盖上锅盖 大火烧开 中火煮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锅盖打开 现在我们把这个腊肉给捞出来 看看现在这个腊肉已经煮好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点新鲜的豌豆 用清水把这个豌豆清洗干净 然后将这个洗干净的豌豆倒到锅里面去 盖上锅盖 再煮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们准备一把新鲜的蒜苔 然后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然后我们将这个蒜苔切成段 将这个腊肉切成小块的 然后将这个腊肉切成薄片 五花肉的腊肉再切成薄片 放上铁锅 大火加热 放上铁锅 大火加热 然后我们把这个五花肉放到锅里面 把油煎出来 干辣椒把它剪成段 然后我们把这个干辣椒放进锅里面 翻炒均匀 再将这个瘦肉倒进锅里面来 然后再将刚才准备的蒜苔 然后再将刚才准备的蒜苔倒进锅里面来 然后我们装盘备用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锅盖 这个就是我们制作好的豌豆腊肉汤 现在我们把它装盘备用 一碗豌豆腊肉汤 一碗蒜苔腊肉 一碗蒜苔腊肉 一碗开胃泡萝卜 一碗开胃泡萝卜 一碗蔬苔肉 一碗鸡肉 他们装盖 一碗屉鸡肉 这一碗都很香 没错 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转发 感谢各位小伙伴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